在我身后就是为大家发现的 又以性价比极高的上车楼盘 Daniels的MPV 这个项目已经开建了 这个项目非常适合 资金量不大 想买投资房的朋友们 或者是工作不久 首富积累有限的年轻白领 项目的开盘日期是2021年10月13日 相信看到视频的时候 项目已经开盘了 欢迎随时联系我 获取价目表和户型图 项目的地址是 Ashby Field Road和Bolver Drive West的东北角 Mount Pleasant Gold Station的马路对过 鲁迅家的后院墙外 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而MPV的门口 一面是Gold Station 另外一面是一个Plaza MPV这个项目 只要800多块一尺 总价40万起 5%的首富 2万多块买套房 不是梦哦 我自己和团队的几个成员 都已经跃跃欲试 准备下手了 屏幕前的你还在等什么呢 嗯 可能是等看完这期视频 获取更多的信息 好 且听我慢慢为您道来 大家好 我是您的朋友Norman 我们又见面了 诶 诶 诶 最近大陆地区房价涨爆了呢 9月数字又创新高了 你看了吗 是的呢 金岛 根据Triple9月份的数字 大多地区的房屋均价来到了113.6万 又创了新高 销售速度呢 也创了新高 来到了平均两周就可以卖掉 房屋的存量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 少了差不多50% 市场那么惨烈 我钱不多 还能买到50万以内的楼花项目吗 最好交通要方便 手不可以越低越好啊 嗯 其实是有的 我这边找到一个很不错的 即将开盘的项目 就是Daniels的MPV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很看好这个项目 第一点很便利的交通和位置 MPV这个项目的位置很神奇 就在Mount Pleasant Gotrain站的对面 真正意义上走路就可以去做Gotrain 早上从这里出发 坐Gotrain差不多40分钟 就可以到Downtown最繁华的Union Station MPV的门口 就是Brampton的Zoom Transit公交系统 这里开车呢 10多分钟就可以来到410 401和407 多条高速线路 地皮的另一侧 就是一个小型购物中心Plaza 可以满足日常的吃饭购物的基本需求 同时开车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购物中心 Fletcher's Middle Plaza 在这边超市 酒水专卖店应有尽有 第二点 市面上最低的首付比例 和基本上最低的尺金价 这个项目的尺金价差不多是800多一尺 小户型40多万问题不大 毕竟在2020年中开盘的滑铁炉的项目都已经卖到了900多 接近1000一尺了 800多一尺的尺金价真的是不贵的 这个项目的首付只要5% 最便宜的户型首付5%只要2万多 2万多的首付就像海盘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 2万多买不了吃亏买不了商当 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也准备下手了 举个例子 45万一套的房子首付5% 签约的时候付7500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付15000 剩下的钱等到交房补齐就可以了 第三点 超大的开发商Daniels 新鲜的朋友一定会发现 今年我确实推荐了多个Daniels的项目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Daniels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发商 他的项目的质量和顺利交割都是很有保障的 除了Daniels是个超大的开发商之外 我个人对这个开发商的思路和价值观还是十分认同的 毕竟好的项目不愁卖 Daniels在整体的营销上花的费用是非常低的 包括MPV这个项目给经纪人的佣金也是数额非常低的 省下来营销费用就可以把更多的费用花在刀尖上 去建质量更好的房子 毕竟人们总不希望开发商在建筑这样的硬成本上偷工减料 和很多其他经纪人哪个项目挣钱多推荐哪个不一样 我一直是看到哪个项目我自己觉得可以买值得买 给大家推荐哪个项目 在这里我也希望Daniels可以继续把勤俭持家这个优良传统发挥下去 管控自己的项目中总的营销费用的占比 保持建筑成本在总成本里面比较高的占比 顺便给大家回顾一下之前我推荐的几个Daniels的其他的项目 都是非常非常抢手的 拿最近的Kindrid这个项目来举例 一共200多个unit收到了1600多个申请 这个申购比例放在今年GTA的Condo项目里面 基本上是第一名了 开放递交申请之后 90秒之后递交的申请 基本上什么都拿不到了 第一批卖完之后 第二批涨价在5%以上 我对MPV是有同等的信心的 相信买到了第一批的地板价 升值是稳稳的 第四点 我为自己选房子的时候做的一些思考 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根据我做的调研 这块可以盖30万尺的地皮 Daniels的相关方在2013年仅花了130多万就买了下来 这个地价真的是买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即使加上持有成本 建房子每尺的地价 也只有差不多10块钱的成本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项目在定价比较合理的同时 Daniels和他的相关方 依然可以创造非常可观的利润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地皮只有不到三个acre 而在Daniels的宣传册中说到了 这边会建一个19个acre大的大型社区 那么其他的16个acre会往哪里建呢 根据我做的调研 大概率会往左侧建 因为这些地块也是被Daniels的相关方所持有的 而我们现在买的这个第一期是整个地皮里面 位置最好 离沟村最近的一块地皮 相信未来的升值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买到了整个大型社区第一期的地板价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在整个19个acre的大型社区里面 风险最低 收益预期最高 第一期卖到800多一尺 后半段预计有可能会涨30到50块钱一尺 未来的第二三四五期 我预计会卖到900到1000一尺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第一期还没有建完 你最开始投资的5%的本金 差不多已经可以翻两到三倍了 做个比较简单的计算 如果我们在最开始买了个45万的房子 按比较慢速增长到2023年秋天建成的时候 即使只涨到了50万 那么我们最开始投入的5% 也增长了差不多两倍的利润出来 租金方面 周围的一室差不多可以租到1600多到1700 两室差不多可以租到2000出头 同时大家要注意这些房子并不是全新的 考虑到Brampton是拥有70多万人口 平均年龄只有36.5岁的加拿大第九大城市 这样一个生机勃勃 同时又是加拿大人口第二高速增长的城市 未来的潜力是巨大的 预计在建成的时候 是有望做到租金打平各项费用的 同时我自己其实也是有一点私心的 大家知道我的团队为许多客户做租赁和租赁管理的服务 Brampton这个地方不是离我们的核心商业区最近的位置 如果只有我自己买了 那么管理成本会非常贵 但是假如我自己我团队的成员和客户都购买了 那么相应的管理成本也会大幅下降 最终实现大家的多影 户型方面我个人推荐潮南的房型和潮北的高层 直接靠着沟吹的潮北的户型可能有点吵 不是最理想 潮南就避开了沟吹的线路 同时也是大多数人喜欢的潮向 潮北的四到六层其中比Townhouse高的房型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金导你学费了吗 金导你人呢 不说了我去写支票了 一定要给我钱个好运气费的 金导慢走 好这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欢迎这边加我的微信联系我 第一时间获取户型图加目标 锁定自己喜欢的房型 额外收到的重要信息 我会及时放在下方的留言区 给大家提供更新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毕竟转发了你就转发了 房子上的问题找Norman就够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